誒 首先 同學你知道為什麼要研究多項式函數的倒函數 多項式函數我們很熟啊 我們小時候最常碰到的就多項式函數嘛 對不對 參角函數是後來的事情 指數對錯函數也都是後來的事情 然後我這邊再問你第二件事情 為什麼叫倒函數啊 倒函數我們上次才講過啊 倒函數是什麼東西 誒 你有沒有講笑 你多不理我 倒函數到底是什麼 倒函數就是 倒函數就是一台機器好不好 我們就是函數就是一台機器 倒函數就是幫你產生倒數的那個機器嘛 倒數就是接線斜率嘛 所以這個倒函數其實它就是一台 幫你產生接線斜率的機器 比如說你把2丟進去 然後它就會出來告訴你說 在2那個點的接線斜率是多少 讓你懂嘛 這是一種對應關係 那這個函數叫做倒函數 知道我的意思 好 那接下來你看到77頁 它下面有很多公式 這些公式我會一個一個推給你看 然後告訴你 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來看那個公式1 我們現在都照課本上 一定要仔細聽 因為課本的東西是最基本的 來 公式1 我把它的公式 把它寫下來 我們先來看最極端的狀況 先來看什麼 先來看常數函數 所謂的常數函數是長這樣 f of x 檔個多少 檔個c 然後這個c 是一個什麼數 這個c 是一個任意的時數 這樣可以嗎 就是說它的圖形是一條什麼線 是一條水平線 然後等一下我們要來證明 常數函數的倒函數是誰 來 是0 在你的課本 同學你把那個公式把它畫起來 等一下我證給你看 常數完之後 f of x 檔個c 這個c 其實是一個任意的時數 則f prime of x 會檔個0 這在告訴你什麼事情 常數的改變率是0 通常你懂嗎 微分就是在看它的改變率 在一個極小範圍的改變率 所以我告訴你 常數的改變率是0 這個第一個公式 其實它背後的原理就是在告訴你 常數的改變率是0 寫一下吧 常數的改變率 這樣可以嗎 就是0 這樣好不好 常數的改變率是0 然後我現在要證明給你看 來 這個證明 我不想照課本的方式去寫 我要用我自己的style 所以同學你跟著我一起寫 來 快點 我跟你講 我這裡刻意跟課本不一樣 我故意要跟課本不一樣 因為我要展現另外一種 就是求倒數的方法 所以我刻意跟課本不一樣 來 這個我先把它寫出來 然後同學等一下我們來解釋 這個東西其實跟我們之前寫的 是同一個東西 來Limit H B 進 然後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H 然後這裡是F 包負 S加H -Fx 好 我給同學30秒 1分鐘 你把這個式子寫上去 快點 我等你 我慢慢來下喔 我真的很怕同學不知道這個東西在講什麼 這個東西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你要把它具象化 我們用圖形來看 來 這個同學你看這邊 假設這是一個圖形的一個函數圖形的一部分 然後這邊有一個P點 來 這邊有個P點 他的座標 他的S座標就叫X Y座標隨便啦 叫Y1 好不好 然後這裡有個Q點 這個Q點 來 我們這邊 我這樣畫 這個東西 我把這個點寫到左邊來 這個P點的座標 S座標就叫X Y座標叫Y1 然後我現在跟你說喔 同學 這一段長度是誰 你知道嗎 這一段長度就叫做H 這一段 這一段 好不好 這一段長度就叫做H OK 然後請問同學 這個Q點的座標要怎麼寫 他的S座標是誰 就是X加什麼 加H 然後他的Y座標就叫Y2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同學你應該發現一件事情 當這個HB進0的時候 同學你告訴我 這個叫什麼X 中軸X對不對 就Y座標相減嘛 對不對 就Y座標 這個就是Y2-Y1有沒有 你聽懂我意思嗎 然後這個就是S2-S1 就是在H 所以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是歌姓邪律啊 然後當這個HB進0 當HB進0的時候 那就代表這個Q點會怎麼樣 跟這個P點的位置會怎麼樣 會越來越靠近嘛 當這個HB進0的時候 代表這兩個點就無線靠近嘛 無線靠近的兩個點 所連成的線就叫什麼線 就叫切線嘛 所以歌姓邪律 當這個H就是他的橫軸X 對不對 就是他的X的變化量 B進於0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是他切線邪律啊 就你懂嗎 這本來是歌姓邪律 啊曲極線就變切線邪律 這跟我們之前講的是同一個概念 只是說我們用不同的手法把它呈現出來 我刻意跟刻本不一樣 是要讓你去習慣兩種不同的寫法 刻本的寫法跟我這個寫法 本質上是同一個東西 我希望你可以理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導彈數到底變什麼樣子呢 來 Limit H H B進0 B進0 但是他不是0哦 然後這裡是H 好吧 來 請問同學哦 這個傢伙是常數耶 不管你的X是多少 帶誰進去 他都是C 好 那我現在問你哦 你帶S加H進去 他是誰 都是C哦 都是C哦 對不對 然後再減掉什麼 減掉C哦 Fx就是C哦 C-C是誰 0啊 0出於H 注意哦 H不是0哦 H是很靠近0 0出於H 所以這個東西是誰 就是0啊 你看 他的導函數就是0 這樣懂嗎 當然你從幾何上很容易理解 因為這個常數函數 這個常數函數的圖形是一條什麼線 我講課越來越激動 來 你告訴我 常數函數的圖形是一條水平線 是一條水平線哦 這個叫Y等於什麼 這叫Y等於C嘛 對不對 是不是叫Y等於C 然後我問你啊 你在上面隨便找一個點 他是不是都可以微分 對 他的微分是多少 就0啊 他的輕性斜率是0啊 對不對 無限靠近兩個點所連成的直線 我們就是這一條 R斜率不是0 水平線斜率不是0嗎 非常簡單 非常奇怪 所以他這個就在跟你說 常數的改變率是什麼 是第一 很簡單的 這樣好嗎 完全照課本去教哦 這是我們的公式一 這樣可以嗎 公式一 接下來要進入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東西你要仔細聽哦 這公式二 哇哦 這公式二我把它封起來哦 哎 我昨天終於吃到街上會有豆花了 他這個豆花的片子 現在他有隔了一個月才吃到 然後他天下午是不是打呼摸魚 他是不是沒有上課 他在趕 給我們自喜一個 自喜一個雕 自喜 這個公式哦 我覺得課本很奇怪 課本為什麼要寫這樣 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 我覺得課本這裡 如果是我寫這本書 我覺得不會像他那樣寫 你不要理課本 旁邊有空白的地方 你跟著我一起寫 那課本這樣寫我不喜歡 我跟你講這公式二是這樣啊 F的X 叫做什麼呢 叫做X的幾次方 N次方 還跟著這樣寫 他前面給人家多一個C 這幹嘛咧 對不對 這是一個單項函數 他只有一項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告訴你 這個N是一個什麼數 這個N 它是一個正整數 我寫中文 N是一個正整數 OK 等一下我會證明給你看哦 證明什麼給你看呢 來 它的導函數 F'的X 會等於 其實我覺得同學應該都知道這個結果 其實你們在微積分那個 就是你們學那個物理根本就偷偷都用過了 對吧 只是說現在把這個東西怎麼來的 由我來跟你解釋清楚這樣子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這個結果是誰 你們一定知道這個結果 但是不見得知道怎麼來的 怎麼樣 它會變成N 乘上X的 N-1次方 對不對 對啊 我又怎麼知道我在講什麼 其實你不知道對不對 不知道我在工三小對不對 然後我多多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等一下我會證明它是正整數的情況 但是我跟你說 如果你今天把正整數把它擴張 擴張到什麼 擴張到任意時數 我告訴你 這一件事情也是對的 我告訴你喔 這一件事情喔 正整數的情況我等一下會證給你看 因為高中生只能處理正整數的情況 但是我明白的跟你講一件事情 今天就算這個N 它是2 它是π 它是-3 隨便 只要它是正整的時數 這個結論依然是成立的 那為什麼會成立 這個我就沒辦法講了 這樣好不好 好 然後在我證明之前 我有一個東西想你跟同學talk一下 這個我覺得很妙 你知道這個公式很像什麼東西嗎 就是你有沒有穿過那種 就是我等一下用那個YouTube給你看 就是那個那叫川劇嗎 還是金劇 就是他們有一個表演叫做便移 你們有聽過這東西嗎 便移 就是就有一個表演者 他臉上戴著很多層的面具 比如說有十層面具 然後他就就在那一剎那間 其實他那個面具上面有什麼 你知道嗎 有一根線 然後那根線其實非常的透明 你遠遠的看 根本看不出來它有線 但是那個手法非常的高超 你知道有多高超嗎 等一下我放影片給你看 他就在那一瞬間 有時候他不是說我拿個鋪上遮著 然後把它換一下 然後再給你看 不是 他是那一瞬間 他手一揮過去 他那個面具就換了 簡單來講就是說他有十層面具 然後他把第十層面具把它拉下來之後 他臉上剩下什麼 剩下九層面具 那這個東西跟這個feel有點像 你看 本來他有N層面具有沒有 然後你對他做微分 就好像就是做那個穿具那個變臉有沒有 把第N層的面具拉到前面 然後他的臉上就剩下N-1層面具 你懂嗎 然後如果你再做一次微分 這個N-1就掉下來 這裡就變多少 N-2 所以你每做一次微分 他的面具就少一個 他的上一層面具就拉下來 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覺得我們好像有代工 所以我決定給你們看影片 那個我會不會幫我拍 我覺得你們應該有些人不知道 那個變臉到底是什麼 不要說是什麼 要看這種東西啊 真想辦法怎麼回去忙打 你們可能要看這種奇怪的東西 那個叫金具變臉不是穿具變臉 我看一下有沒有那個影片比較短的 然後這個這個兩分鐘的給你們看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等一下我播給你們看喔 放大放大 來這個最高1080P 哎呦 哎呦 所以你看一下這種感覺 我看你回分就是這種感覺 修一下修一下 你的nen 一瞬間喔 我跟你講 prepared 一瞬間喔 就一瞬間 他的腳啊 廢話 他剛好不變 變了 變了 他剛好不變 我也不知道 他會講廢話 這真的人家厲害的地方 弄病三次 超屌 超屌 你有看到他 你有看到破綻嗎 根本沒有看到破綻吧 哇好厲害喔 我覺得超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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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看了